美国总统拜登3月18日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频通话 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 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方愿同中方坦诚对话 加强合作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有效管控好竞争和分歧 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 习近平指出 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 希望美方予以足够重视 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局面 直接原因是 美方一些人没有落实我们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也没有把总统先生的积极表态落到实处 美方对中方的战略意图做出了误读误判 此外双方还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当务之急是继续对话谈判 避免平民伤亡防止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为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各自的努力 3月17日美国众议院以424票同意 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法案 终止美国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 该法案将提高美国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商品关税 并赋予总统拜登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出口商品 征收更严格进口税的权利 此外法案还为总统何时能够恢复美国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 制定了严格准则 该法案现在被送往参院审议 密苏里州57号高速公路3月17日发生一起重大车祸 超过135辆汽车因浓雾追撞甚至起火 6位民众因此死亡 现场一片混乱 车祸发生后 密州运输厅关闭57号公路密西西比郡路段至少20个小时 直到18日凌晨5时才宣布恢复通车 密西西比郡的救灾中心表示 事发时该路段雾非常浓 推测有人踩了刹车而造成这场连环车祸 2018年佛罗里达州Parkland一所高中发生骇人听闻的枪击案 曾在该校就读的科鲁兹回母校开枪扫射造成14名学生和3名教职员身亡 但事后被发现联邦调查局FBI曾接获线报却置之不理 3月17日司法部表示 愿为此事与受害家属达成和解 赔偿总金额高达1亿2750万元 不过司法部强调虽然为40项与枪击案相关的诉讼达成和解 但并不等于承认联邦政府的疏失 据悉FBI早在这起校园枪案发生的6周前就获取两条线报 其中一条指克鲁兹不仅曾带枪到学校过 而且计划在溜进校园扫射一番 此外FBI还在几个月前接获通报 在YouTube上出现一名同样名为克鲁兹的使用者 发布一段讯息称 将成为一名职业级的校园枪手 根据法律文件的陈述 受害家属指控FBI的疏失才造成如此重大的死伤 与当局原则背道而驰 且为针对克鲁兹可能带来的危险采取行动 去年10月 已经23岁的克鲁兹被起诉 多达17项一级谋杀罪并坦诚犯刑 量刑结果将于4月公布 恐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 3月18日 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生物安全问题举行会议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表示 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发现了 乌克兰在美国国防部支持下进行的危险生物活动 造成了对整个区域的生物安全威胁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则表示 美国在乌克兰没有生物武器 只有公共卫生设施 俄罗斯散布的是虚假宣传